附加千斤嫁入穷小子家第一天 婆婆就让她掌握两大原则八大技能 什么是两大原则 两大原则 勤俭得持家有道 事不宜迟 我就立刻教您那八大技能 所谓八大技能无非就是洗衣做饭之类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不是什么难事 但慕容是一个千斤小姐 从小就是食指不沾阳春水 因此干起来十分困难 做出来的饭也是难以下咽 惹得时针母亲十分不满 我早就预料到这一桌菜不是太老 那就是咸甜不分 哎呀但是最生气的是 原来她连水什么时候开都不知道 慕容紧张地不断揉着额头 然而第二天当起床 她就发现脸上起了一块红斑 为了不耽误继续做家务 慕容只能涂上腌制水粉遮掩 然后赶忙为一家人做饭 公公和大哥都夸她有进步 可婆婆却还是十分不满 这个饺子皮有一尺厚 肉多可是菜少 吃两个就腻了 你包这一顿饺子 弄得厨房就像杂货铺一样乱 怎么你不把厨房收拾干净呢 活泼的指责让慕容变得更加紧张 不断用手揉着额头 脸上的红印也变得愈发明显 当李时针晚上回到家中时 慕容脸上的红印竟然完全变黑了 她一时接受不了镜 直接晕了不去 时针赶忙请父亲过来查看 发现她是肾虚韵热 血于气质之向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很不开心的事 所以使得你很紧张啊 我只是想学好婆婆的两大原则 还有八大技能 婆婆立马就心虚起来 公公也责怪她给了慕容太大压力 你知不知道 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紧张呢 就会造成肝郁肾虚 肾水不足就会造成血郁 那就会皮肤发痒形成色斑呢 时针提醒她以后不要再用 腌制水粉来遮掩 否则会更加重色斑 接着就和父亲一起查阅治疗的方法 然而两人彻夜翻阅医书 都不曾发现相关的记载 这天时针正在散步 就发现一对夫妻在参拜石头 询问之下才得知 他们拜的是一个人称小地藏的神医 全靠这位神医 治好了她脸上的黑衣 我才有了位漂亮的未婚妻 原来这个女人的脸上也曾长过黑斑 看过许多大夫都束手无策 于是她就起了轻声的念头 结果却被一个自称小地藏的人救下 还说能治好她的黑斑 小地藏带着女人去了河边 然后将她的眼睛蒙住 女人只感觉脸上刺痛了一下 没过多久脸上的黑印就变浅了 然后她按照小地藏的药方服药 果然就完全恢复了 可时针看过药方之后 却发现和自己开的一模一样 但慕容服用之后却没有效果 时针百思不得其解 便想找小地藏问个明白 可她没想到的是 小地藏正是东青的父亲 对于负了自己女儿的渣男 她自然不会有好脸色 时针好不容易找到了小地藏 她却假意帮忙救治 实则将时针好好刁难了一番 把她折腾了整整一夜 直到第二天东青来找父亲的时候 时针才知道两人的关系 也明白想从小地藏这里 得到方法是不可能了 时针失落地往回走 恰好经过了和东青初次相遇的地方 往事一幕幕浮现 等时针回过神来的时候 竟发现东青也出现在这里 坦白说 我到现在还是很恨你 所以我知道这次 过来求你一时末日 你不一定会答应 你以后要好好保重身体 时针 我想见你父亲 你会想到这个地方 你也会想到这个地方 那么多好 你也会想到这个地方